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美国深度节目 今天我们要挑战性地探讨一下 特朗普及其盟友针对卡玛拉、哈里斯的种族和性别攻击 随着拜登宣布不再连任并支持哈里斯参选总统 整个竞选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哈里斯若当选将成为美国首位有色人种女性总统 然而他面临的攻击却格外猛烈 从种族和性别到他的政策背景 这些批评与特朗普在2016年攻击希拉里、克林顿如出一辙 共和党人不仅攻击哈里斯的背景 还嘲讽他是多元化、公平和包容的 象征认为他的成功仅仅因为他的性别和肤色 这些言论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令人不禁思考我们是否真的进步了 还是依然在原地踏步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美国的政治舞台上射出了一道强烈的光芒 当总统乔拜登宣布他将不再寻求连任 而支持他的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成为总统候选人时 这一消息改变了整个竞选格局 原本的两位老年白人男性之间的竞争 如今变成了78岁的唐纳德、特朗普 对阵59岁的卡玛拉·哈里斯 哈里斯若当选 将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有色人种女性总统 然而这一转变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就在哈里斯宣布参选的第二天 共和党人开始针对他的种族和性别进行猛烈攻击 这一策略与2016年特朗普对希拉里 克林顿的攻击如出一辙 当时克林顿不仅因为他的资格受到质疑 甚至他的外貌和声音也成为攻击目标 而如今哈里斯的背景成了共和党人新的攻击焦点 他是印度母亲和亚买加父亲的女儿 这让他成为保守派口中的多元化、公平和包容副总统 田纳西州共和党众议员的蒂姆·伯切特在社交媒体上称哈里斯为 多元化、公平和包容副总统 暗指那些推动多元化、公平和包容的职场政策 他在接受CNN采访时表示 当你走这条路时你会选择平庸 这就是他们现在的情况 保守派网络NOSMAX的主持人塞巴斯蒂安·戈尔卡 则将哈里斯的候选人身份归因于她是女性且肤色正确 还嘲笑她像疯女人一样咯咯笑 福克斯新闻主持人戴杰西·沃特斯指出 哈里斯获得了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 显然是因为她是女性 特朗普政府的前驻德国大使理查德 格雷内尔则在NBC新闻中指出 哈里斯是来自直白男性州长的多元化、公平和包容任命的旋转门的一部分 指的是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加文·纽瑟姆 他强调卡玛拉·哈里斯是这个系统的产物 他非常左倾未经审查和测试 尽管哈里斯在成为副总统之前 已经在加利福尼亚州担任了两届地区检察官 并三次当选为州检察长和美国参议员 但这些成就并未能抵消来自共和党的猛烈攻击 而相反 曾经毫无政府经验的特朗普 在房地产和娱乐业的成功似乎成了他自豪的履历 2016年 特朗普经常指责希拉里·克林顿利用女性牌来达到她的位置 嘲笑她的力量和耐力并调侃她的声音 她没有其他事情可做 她说她的对手 坦白说 如果希拉里·克林顿是个男人 我不认为她能得到5%的选票 她进一步指出 如果她不打女性牌 她根本没有机会 我是说零机会获胜 周二 特朗普再次对哈里斯使用了牌攻击 但这次是种族牌 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持的一次电话会议上 特朗普说哈里斯在2020年与拜登的民主党初选辩论中 打出了你很少见到的种族牌 民主党策略师凯伦·芬妮指出 这是她的一个老套路 但现实是 我们也知道 如果这个套路不起作用 人们就不会使用它 他补充说 我认为这个国家正在改变 人们会更加明显地看到 这是多么令人作呕和不合适 值得注意的是 特朗普竞选团队新闻秘书卡罗林·莱维特 在一份声明中说哈里斯和乔拜登一样 软弱失败和无能 而且他还是危险的自由派 投票给卡马拉就是投票给更多的犯罪 通胀 开放边界 高油价和全球战争 我们的团队将确保每个美国人都知道这一点 在2016年 攻击多元化 公平和包容政策还不流行 但目前的批评 回想了当时对克林顿不够资格的攻击 周一 纽约邮报报道说 特朗普再一次采访中称 哈里斯恶毒和愚蠢 他还在社交媒体上称哈里斯 愚蠢如实 这些针对哈里斯的攻击 让人联想起 2016年 特朗普对希拉里 克林顿的攻击 当时他说克林顿没有 总统的样子 还嘲笑他的初选对手 这卡丽·菲奥利娜 说他有一张选民不会选择的脸 德克萨斯州共和党参议员 特德·克鲁兹 曾为菲奥利娜辩护 唐纳德对强势女性有问题 这不是微妙的 这不复杂 如今 哈里斯也面临了来自特朗普 及其竞选搭档 俄亥俄州参议员 JD万斯的种族和性别评论 2020年 特朗普推动了 毫无根据的出生地阴谋论 称哈里斯 他出生在美国 因为他的父母出生在其他国家 而不符合总统资格 特朗普还推动过 关于克鲁兹 前总统巴拉克 奥巴马 和前南卡罗莱纳州州长 尼基·黑利的出生地阴谋论 然而 在对哈里斯的攻击中 不仅仅是种族和性别 他的家庭结构 也被拿来做文章 2021年 万斯攻击那些 没有自己亲生孩子的民主党人 称他们是 一群没有孩子的猫女士 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和选择感到痛苦 所以 他们也想让整个国家感到痛苦 他提到了哈里斯 他有两个继子女 科尔和艾拉 以及交通部长皮特 布地吉格 和纽约州众议员 亚历山德里亚 奥卡西奥 科尔特斯 我们怎么能把国家交给那些 没有真正利益的人 他当时说 一些共和党人 对这些攻击表示不满 前中议院议长 凯文 麦卡西在NBC新闻的 与媒体见面节目 中表示 我不同意多元化 公平和包容 但他是美国副总统 他是前美国参议员 这些国会议员说的话 他们自己的直觉是错误的 阿拉斯加州共和党参议员 丽莎 莫尔科夫斯基也表示 当然 这是不合适的 天哪 他们是不是要说 如果你不是白人男性 就是多元化 公平和包容候选人 对不起 不是这样的 总的来说 卡玛拉 哈里斯的竞选之路 将充满挑战和攻击 但同时 也代表着美国政治舞台上的 一个重要转变 面对这些攻击 哈里斯和他的支持者们 必须坚持不懈 展现出他的能力和领导力 来回应那些质疑和抹黑 这场竞选 不仅是对哈里斯个人的一场考验 也是对美国社会多元化 和包容性的重大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当美国总统乔拜登宣布 他将放弃连任并支持副总统 卡玛拉 哈里斯时 整个竞选局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这不再是两个年龄相仿的 白人男性之间的竞争 而是78岁的特朗普 对阵59岁的哈里斯 哈里斯若当选 将是美国首位有色人种女性总统 然而 仅仅在宣布后的一天内 哈里斯就遭受 针对他种族和性别的攻击 显示出 共和党可能利用这些特点 对他进行抨击 这些攻击 延续了2016年特朗普竞选期间 对希拉里 克林顿的策略 包括质疑其资格 外貌和声音 这次 除了这些常见攻击外 共和党还针对哈里斯的种族背景 田纳西州共和党众议员的蒂姆 伯切特在社交媒体上称哈里斯位 多元化 公平和包容副总统 并声称 这些推动多元化政策的做法会导致平庸 保守派媒体主持人 塞巴斯蒂安·戈尔卡 和福克斯新闻主持人 杰西·沃特斯 也发表了 针对哈里斯的种族和性别攻击 特朗普政府的前驻德国大使 理查德·格雷内尔 进一步批评哈里斯 称他是 多元化、公平和包容任命的旋转门的一部分 对哈里斯的攻击 与当年对希拉里、克林顿的攻击如出一辙 特朗普曾多次指责克林顿利用女性牌 来达到他的位置 并攻击他的力量和耐力 这次 他使用了种族牌来攻击哈里斯 指他在2020年民主党初选辩论中打出了 你很少见到的种族牌 民主党策略师凯伦·芬妮表示 这些攻击套路并不新鲜 但针对哈里斯的种族和性别的结合 可能会引起更多关注 他认为 美国正在改变 这些攻击会被更多人视为不合适 和令人作呕 特朗普竞选团队则声称 哈里斯 和乔、拜登一样软弱 失败和无能 并且 他是 危险的自由派 他们认为 投票给哈里斯会导致更多的犯罪 通胀 开放边界 高油价 和全球战争 在这些批评声中 一些共和党人也站出来 反对这种攻击策略 前众议院议长 凯文 麦卡锡 和阿拉斯加州共和党参议员 丽莎 莫尔科夫斯基 都表达了对这些攻击的不满 认为这些言论是错误的 总的来说 卡玛拉 哈里斯的竞选 面临着与过去女性候选人类似的性别和种族攻击 但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 这些攻击可能会引发更广泛的反思和批评 共和党内部对这种攻击策略的分歧也显示出 针对多元化 公平和包容政策的攻击 并非一致被接受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奇奇 特朗普和他的盟友针对卡玛拉哈里斯的种族和性别攻击 简直是对多元化 公平和包容理念的明显挑衅 这种行为不仅愚蠢 而且狭隘 完全无视了美国社会多样性的现实 我们可不能回到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黑暗时代 这样的攻击只会显得他们像是从19世纪穿越过来的 毕竟 这可是21世纪啊 特朗普该醒醒了 楚天书 别急嘛 你说特朗普的攻击是愚蠢的 但他从商到政坛的经历可不容小觑 他懂得如何利用选民的情绪 你提到多元化 公平和包容 这听起来固然美好 但现实是 这些政策常常被滥用 导致平庸之被爬上高位 就像古罗马的奖牌制度一样 大家都获奖 结果都成了庸才 哈里斯能不能胜任 选民心里有数 谢奇奇 你这样说简直是鸡蛋里挑骨头 想当年 卡玛拉哈里斯可是加州的地区检察官和州检察长 他有丰富的法律和政治经验 相比之下 特朗普在当总统前只是一个房地产大亨间纵意节目主持人 他对政府运作一无所知 这就像让一个厨师去开飞机 哈里斯的资格和经验远胜于特朗普 怎么能说他是平庸呢 楚天书 你这比喻真是绝了 但你说哈里斯资格比特朗普强 我可不敢苟同 特朗普虽然没有政府背景 但他的商业头脑和决策能力可是让他坐上了总统的宝座 哈里斯呢 虽然有检察官的经验 但他在政坛的表现却不见得有多出色 这就像三国演义里的曹操 虽然他出身并不显赫 但他的谋略和能力却让他成为了一代霸主 哈里斯能不能成为一代霸主 还得打个问号呢 曹操 哈哈 那我们就来个三国比喻好了 哈里斯更像是孙权 他有足够的经验和智慧去治理国家 而特朗普更像是董卓 只是个蛮横无理乱来一通的领导者 你说哈里斯没有出色表现 那是因为他一直在努力推动多元化和公平政策 这些都是需要时间和耐心的 而特朗普呢 他的政策大多数是短期见效但长期有害 就像个治标不治本的拥医 选民们要的是能够长期带来稳定和繁荣的领导 而不是一个只会搞乱局面的蛮汉 哦 楚天说 你这三国比喻确实有趣 但别忘了 董卓虽然蛮横 但他一度确实掌控了中原 这也证明了他的手腕 你说哈里斯向孙权 那他可得小心点 别成了东吴的虚名领袖 多元化和公平政策听起来很好 但如果操作不当 只会加剧社会的分裂 这在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先例 看看法国大革命后的混乱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当拿破仑的 哈里斯要当总统 不仅需要经验 更需要实际的治理能力 这可不是光靠理念就能做到的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 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各位朋友 今天我们要聊聊一个相当火辣的话题 特朗普对卡玛拉 哈里斯的猛烈攻击 老实说 看着这两个政治大咖在舞台上对决 真是让人既兴奋又无奈 当拜登决定不再竞选连任 而是支持他的副总统哈里斯时 整个总统竞选的局面都变得别开生面 原来的一场爷爷急的对决 现在变成了特朗普这位78岁的前总统 对上哈里斯这位59岁的副总统 哈里斯如果当选 可是要创造历史的 成为美国首位有色人种女性总统 但是这么一来 哈里斯也成了共和党攻击的主要目标 共和党议员蒂姆 伯切特就在社交媒体上 讽刺他是多元化 公平和包容副总统 也与那些推动多元化政策的措施 不仅如此 Newsmax的主持人塞巴斯·蒂安·戈尔卡 还说哈里斯之所以成为候选人 就因为他的肤色和性别合适 这些评论真的是让人觉得既荒谬又可笑 你说这年头怎么还有这么愚蠢的言论呢 共和党人的攻击让人感觉似曾相识 仿佛回到了2016年 当时特朗普对希拉里 克林顿也是这样 攻击他的资格 外貌和声音 他还说如果希拉里是个男人 他根本不会有选票 现在特朗普又老调重谈 这次是针对哈里斯的种族和性别 真是老狗学不会心把戏 民主党策略师凯伦 芬妮也指出 这个套路虽然老 但可悲的是 有时还真的奏效 而特朗普的攻击并不仅仅停留在言辞上 他甚至推动过关于哈里斯出生的的阴谋论 虽然他完全符合总统资格 这种利用种族和性别的攻击 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 共和党参议员J.D.万斯甚至还发表过一些荒唐的言论 说那些没有亲生孩子的民主党人对国家没有真正的利益 这完全是对哈里斯和其他没有亲生孩子的政客们的不公平攻击 令人感到慰藉的是 不是所有的共和党人都支持这种攻击方式 前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就站出来表示不同意这些攻击 认为哈里斯作为美国副总统和前参议员 完全不应该受到这样的贬低 同样的 阿拉斯加州共和党参议员利莎·穆尔科夫斯基也反对这些言论 认为这样的攻击不仅不合适 还完全背离了现代社会应有的包容和多元化价值观 总结来说 特朗普及其盟友对哈里斯的攻击 不仅是对他个人的不尊重 更是对多元化、公平和包容价值观的挑战 在这个21世纪 我们应该追求的是更多的理解和包容 而不是以种族和性别来进行贬低和攻击 希望美国人民能够看清这些攻击的本质 不再被这种分裂和极化的言论影响 与其陷入攻击和反击的恶性循环 不如把精力放在如何解决实际问题 推动社会进步上 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方向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6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